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兴我又看到我的偶像 阿朗 請坐 請坐 兩位 一黑一白 是 黑白雙殺 我很少看別人這樣看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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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服氣 有人竟然比我高 對 你想我先說 你先說 我第一次見他 在鄭華 比我想像中英俊 又高大 溫文有禮 對 如果在螢幕見他 有一招 他在打金牌那一箭 哇 好有型 好有型 最難忘 有一刻 過了身邊還可以盜劍那一刻 哇 好瀟灑 劍術真厲害 這是一個世界大賽 金牌之戰 你可以很冷靜 後來 我再回去看你 由世青那路打上去 你有一次去拿世界冠軍的時候 你很激動 很激動 很激動 就喊了出來 反而你這次贏了醬康碑之後 很冷靜 我說 他的轉變都很大 由巴西四年之後 再去到東京 他已經成長了 因為我對花劍這件事 又不是很熟悉 不過我見到他打很瀟灑 很漂亮 我將會有衝動上去學花劍 因為我也挺喜歡這次的 很漂亮 剛見到發稿的時候 就有點不敢相信 為什麼 因為通常看的時候 都是在電影的時候看 也有看過很多不同的電影 你第一套看過什麼 我看第一套應該是賭神的 賭神 有回看過朋友介紹 看《英雄本色》 加上《風雲》 我很喜歡 覺得你演得很好 還有舊的香港電影 我也很喜歡 有點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什麼 見到我 對 不敢相信 見到你 你不想見到我 突然在山上可以見到我 然後我又有點緊張 到底是第一次見到 我又怕自己 因為自己本身有點害羞 我也很害羞 其實我也很害羞 但見到你便開朗了 對 很開心可以見到你 25歲的時候 應該是1980年 我剛剛在做上海炭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 他1997年出生 我現在差不多25年 25年他在世界上拿金牌 那時候我們還在做我們自己賺錢的事情 他已經衝出去國際 你說我在香港完了之後就拍電影 然後再去賀利梅拍戲 只不過我們在那裏 就是一個見識見物 他們直接出去打仗 我們那些要很長時間去鋪牌 又去劇本又去拍 他一上場 十五分 他們的壓力是很大的 你知道嗎 他一生人中就為了十五分 我們演藝生涯很漫長 我又可以從小生演到老 但他們有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讓他們做一個運動員的生涯 沒有 他很早已經好像我十七歲的時候 我十八歲去讀分離班 他十幾歲已經是 他到中學後就要出去為他理想去奮鬥 那大家都差不多是這樣的歲數 他做了一件事 但是他走的地方 他走的路程 可能比我們艱辛很多 那時候來訓練的時候 在做單一下動作 是吧 是吧 八個小時就要這樣 我們不會做一下動作 會做八個小時 做一個表情 八個小時就不會這樣 是吧 我們做兩個動作 已經是 Cut 下一個轉景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辛苦 很辛苦 有沒有感覺 有 有 有一點點感覺 可能自己一直經歷這麼久都不會太深刻 但在別人的口說出來就會有一點點感覺 我覺得原來我們 我們經常覺得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可能我們那十五分就是要做好那十五分 但原來沒有想過就要經歷這麼多事情 可能自己想回自己低潮的時候辛苦 或者在轉流角尖的時候都會很不開心 要去調節一下的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我也覺得 我們香港的精神可能真的很熬得 大家香港人都很熬得 很不容易放棄 我亦都很希望 我在自己的比賽中可以讓香港人體驗到一件事 看到我 就算在奧運的時候去到最後一分 我都不放棄去堅持 就算 無論結果是贏也好輸也好 我都希望可以盡力做好我每一件 打好每一件每一場比賽 自己在運動員方面可能經歷都比較多 但攝影另一方面可能都比較少接觸 可能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學習 或者人生還有很長的時間我都可以學習一下 我都希望藉著這個機會可以學習得多些 我很少拍封面 就是這些廣告的眼照很少 而且我已經上一次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很久沒有拍過這些封面 又難得你的邀請 很難是我的一個機會 我一直都知道法國有去行山 又會跟市民去拍至拍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值得去學習的 當我今天還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 是否應該用親文去形容 在我的腦裏 法國是一個巨星去拍戲 看到他我也有想過會不會很大壓力 我怕自己可能有時候做錯了 自己說話說得不是很厲害 要拍很多不同的照片 但又發覺很好地帶著我 我覺得整件事都很舒服 因為我本身自己出身 都是大家知道我在哪裏 當你有了的時候 你的底部不會被人撕掉 你始終是那裏來的 其實香港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人出人頭地的人 他們本身都是由基層開始做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有一件事是好的 你見過我走出街 他們都對我好 因為他們都不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或者一個明星 他覺得張元發就是他的老友 當你在這麽高的時候 其實你要把你的身段放回來 所以你的教練告訴你 你有脾氣的時候 就不要在那裏發 是嗎? 就是這樣 同樣一件事 當你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將它放回來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你打劍的程序上 其實你看回你的人生 都是一樣可以走下去 即是當你輸的時候 你不要發火 即是當你高的時候 你自己要按自己下來 當你低的時候 你要看回自己 你不要覺得自己很坎坷 其實中庸之道是最好的 過程之中是你自己的經歷 以及你自己的練力 你慢慢會成長 為何你在巴西拿不到 四年之後你會拿到 就是因為那四年是一個沉澱 不是突然間你一出來就可以拿到 那我也不是一出來就可以拿到 金馬獎的影帝 或者是香港年金融的影帝 是要經過很長的鋪排 這些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經歷 所以我很驕傲 你是可以香港第二面金牌 就是要回歸之後的第一面金牌 就是 你現在反過來的角色來做 你教我去打劍 我教你去做 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 我想到挺好玩的 是 好玩